因为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 我真的很后悔 我觉得我失去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损失 你别急 我给你时间让你自己慢慢说 好吧 接下来是王岳的告白时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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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生意没亏会的话 会回来找我吗 可能不会 但是现在 我很庆幸这次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现在还年轻 我不想等到 以后老了之后 你也结了婚有男朋友的时候 再来找你 那时候已经晚了 我觉得现在我还来得及 所以 我相信你也知道 我相信你也知道 我肯定鼓多了勇气 而且也想得很清楚 我还会像以前那样 骑自行车带你 说说笑笑的那样 在北京城里转 陈月儿 我请你相信我 怎么相信你啊 我不要像以前那样 成天的 那么浮夸 到了去玩 如果挣了些钱 我都会让咱们 给你过上好的生活 我嘴也笨 你也知道 说不如什么 可是那我问你 如果 之前你那么对我 我躺在大街上 喝了那么多酒 我给你打电话 可是你 接起来 你都不理我 你说我耽误 你跟女朋友约会 我去找你 你把锁都给换了 给你敲烦了 然后你就把门开开了 我躺了那么多血 去人家找你 你说让我滚 是吗 我知道 我当时让我混蛋 但是如果 我去医院一会儿 医生说 我这条胳膊就废了 因为当时都漏骨头了 你看不见吗 我还会像那样 以前对你好 我还会到以前 那个善良纯 你以为拿破单车 你就能挽回我吗 你现在这么惨 你活该 我知道 我这位抱怨 但是真的 我今天真的后悔了 赶紧走吧 别在这站着了 王月 我觉得你也不要 在这儿徒劳地去告白了 你做了 对她伤害的那些事 不是一句对不起 就能够解决的 而且你今后会怎样 谁能保证得了 如果你再给她 任何一点伤害 可能这个女孩子 一辈子都完了 你放过她吧 好吗 我在这里 向你保证 原谅我吧 好吗 对不起 最受不了 曾被无情伤害的 林月来到现场 面对面的拒绝了 王月再度的追情 或许只有这样 林月才能真正地 放下伤痛 在曾经刻骨铭心 却痛彻心悔的感情里 最终选择理智离去 我们祝福林月 在放下旧情之声后 早日找到属于 自己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